导雨,运动可以让女性身体血液循环流通,而且在运动完后,会让身体感觉的放松。 所以经常运动对身体是有很大的好处的,不过在生活中很多女性平时都有化妆的习惯,而在去运动的时候很多也没有想着卸妆再运动,而没有卸妆就去运动是很让皮肤受损的。 女性运动前需要卸妆吗?女性在运动前是需要卸妆的,如果在运动的时候没有卸妆,在运动身体会出海,毛孔会扩大,就会使化妆品的一些有害物质直接进去毛孔。 这对皮肤会有很大的伤害,所以在运动前一定要先卸妆,或者要去运动前不要化妆,运动前不卸妆会造成哪些危害? 一、堵塞毛孔,在运动的时候适当的出汗,就算是一次面部勋征,但是如果化妆就会堵塞毛孔,使在运动中产的汗水无法顺利排出,就会成为细菌滋生,集生成粉刺的完美落脚地,因此在运动健身前一定要卸妆。 二、导致痘痘的出现,人在运动的时候会出很多汗,毛孔就会张开,这时汗水和化妆品的一些有害成分,就很容易堵塞毛孔。 导致痘痘的出现,尤其是容易长痘痘的女性,更是不要为了一时的美观而让皮肤毁了。 三、出现过敏现象,当我们身体出汗后,毛孔就很容易吸收掉表面的化妆品,导致那何有害成分进入人体皮肤,就容易导致出现皮肤骚痒、发红、肿胀的过敏现象。 四、影响到身体,在运动的时候皮肤血液充盈,血液循环加速,外界一些物质就容易被吸收,而化妆品中磨色素七十一,将经防腐剂的有害物质会随着被吸收,就很容易以外一线身体疾病。 四、出现斑点,本次的肌肤问题,当我们体温随着运动升高,肌肤也跟着需要呼吸,而化妆品与汗水混合,会阻碍毛孔的扩张和散热,造成肌肤的堵塞。 尤其当化妆品原料,含有至本次原料时,本次出现机会增大,会堵塞毛孔,阻碍皮肤油脂和死皮排出,进而形成斑点,动了,本次和许多肌肤问题。 总的来说,运动是最好的护肤品,女性在运动的时候,会感觉到大汗淋漓,这对身体来说是一种释放,对于皮肤来说也是很好的营养品。 所以在运动的时候,不要为了一时的外赞美,而让自己脊肤受损。 本来运动就是为了让自己血液循环,皮肤更加好,如果还带状运动,那样运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 女性运动的误区有哪些? 一,即大汗后立即洗凉水澡,夏天特别是在运动时,全身清沉代谢汪盛,体内热量大大增加, 通过皮肤毛细血管扩张散发体内的热量,如果马上洗凉水澡,就会使毛细血管因受冷刺激而突然收缩,不利于体内热量的散发。 所以洗凉水澡只能有一时的凉爽,过后会热得更难受。 同时,突然的刺激会使张开的汗孔突然关闭,容易着凉生病。 二,即运动时穿衣过少,一般人都认为夏季穿的衣服越少越凉款,但从科学角度分析。 夏季温度高,十度大且紫外线强,运动时,太阳晒在身上有火辣辣的感觉。 酷度的紫外线会导致皮肤疼痛,脱皮等皮肤被灼伤的现象,甚至还可能导致皮肤的癌变。 三,即强光效锻炼,夏季日光中有较强的紫外线,长时间照射,对皮肤有较大的伤害,而且容易损伤大脑,并使之发生病变,也会引起类似中暑的症状。 因此,夏天体育锻炼,应避免在日光之射的环境中进行,时间也不宜过长,运动量也不宜过大。 四,即运动强度大,有些女性认为运动强度越大健身效果越好,事实并非如此。 研究表明,体内脂肪的减少,取决于锻炼时间的长短,而不是锻炼的强度。 因为各种锻炼开始时,首先消耗的是体内的葡萄糖,在糖消耗后,才开始消耗脂肪。 而剧烈运动在消耗脏后,多以筋脾力竭,能以再继续坚持。 因而脂肪消耗不多,达不到减肥的目的,只有较缓慢而平稳地持久运动,才能消耗更多的热量,以达到减肥的目的。 5. 继运动后,立即渗入冰冻饮料。 夏天,在进行体育运动过程中,人体内的血液会重新分配,大量的血液流向运动者的肌肉和体表皮肤,而消化系统则处于相对贫血状态。 冷冻饮料温度太低,饮用后容易刺激胃脏,刺激过强还会损伤胃肠功能。 如果运动后大量渗入能饮,轻者会食欲减退,重者会发生肠胃疾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